我們要先畫出剛剛的表 樞紐分析表之後 再畫出這個折線圖 所以這個本來沒有對不對 那你要產生的話 也蠻簡單的 第一步當然你錄製 我稍微有講到 游標放這裡面 然後一樣用錄製的 錄製的名稱的話也許 你就是錄製 名稱也許叫什麼 樞紐圖好了 剛剛是樞紐表 這個叫樞紐圖 其實樞紐圖我是建議各位 只要錄一個動作就好了 把它蓋過去好了 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想要錄製的話 所以這邊是分析 然後樞紐分析圖 你要先找到 所以游標先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按下樞紐分析圖 其實你只要選哪一個圖 是你要的這樣就OK 其他的包含就是說 將來它要放在哪個位置 然後多寬多高 我們可以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並且變更它的標題 還有不要圖力 這個我是覺得 你乾脆直接拿 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來用好像比較快 不然的話你要自己再錄 然後再改 反而更複雜 所以有些時候 為什麼會這樣做 主要是不要太多的麻煩 因為你如果 反而錄了太多東西 你有些時候 反而更增加你的複雜度 所以我這邊選這個 然後找到折線圖 有標記的這一個 按確定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什麼事都不要動 所以錄下來應該會有兩行程式 把它停止掉就OK了 停止 然後這個的話 這個把它delete掉 圖先delete掉 然後找到 聚集裡面 那個名稱叫樞紐圖 然後按編輯 那你會發現 其實它錄下來的 基本上就是兩行程式 第一行程式 所以這個把上面註解拿掉一下 再這樣 第一個的話 就是它會在目前的工作表 Active Suite有沒有 目前工作表裡面 幫你增加一個Sharp 一個圖 那個圖 那個圖的話 有個方法 叫做 Add Chart Tool 那主要 這邊有 這個就是剛剛的那個 什麼 XL Line Line Marker 應該可以拆得出來吧 就是那個 有節點的折線圖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把那個圖 繪製出來 主要 我們要補三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 就是它的座標 比如說我希望那個圖 將來就幫我把它放在哪個地方呢 第二這個儲存格 那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抓那個左上角那個點 所以先給它的X軸加上Y軸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點 它左上角這個值 我要怎麼賦予它 所以特別注意喔 左上角的座標 一般習慣像豆點 坐標給它 那哪個坐標 我要放在那個 第二這個儲存格 那第二儲存格 我講過啦 你可以用Range 刮弧有沒有 然後給它叫第二 跟它講說 我第二儲存格 的左上角 點Lapt 所以你點下去 這邊有一個屬性叫Lapt 它就會抓到 這個儲存格的左上角的水平 這個X軸 逗點 第二個 那垂直方向的話 你一樣可以用Range 第二 把它複製過來 後面加一個點 點Top 它有一個Top的屬性 那Top的話 指的是它垂直方向 所以這兩個 Lapt跟Top 指的就是這個點 OK 所以就是 抓到了這個點 好 那這邊將來圖就放這裡 OK 然後延伸出去 好 第一個 第二的話 就是它多寬 我希望 根據那個第二 的十倍寬 所以後面的話 豆點 第二 的十倍寬 所以 Range 第二 後面加一個點 它的寬的話 有個屬性叫Vis Width 這個 十 藍寬的話 就乘上十就可以了 豆點 多高 高的話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屬性 叫做Height 所以你怎麼樣 這個一樣 這個儲存格 高度 其實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D2 我D1 我一樣嘛 其實這不是長一樣高嗎 所以你就這樣 點 有個屬性叫Height H 1 I GHT 這個 Height這個屬性 然後呢 把它乘以20 比如說我要20列高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錄完之後 再補上它的座標 補上它的寬 補上它的高 OK 那基本上 這個就第一階 第一步就完成 所以有補座標 補它的寬 補它的高 OK 那我們來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Run出來結果 它就長這樣 有沒有 有了有沒有 再來再補什麼 補上面的標題 然後呢 並且把什麼呢 把它的圖例拿掉 圖例就是這個 標題怎麼改 其實標題蠻簡單的 上禮拜跟各位講過 其實我是建議 你乾脆直接拿那個 雲端上面的程式來改 就比較快 在第15頁下面這裡 有沒有 標題名稱這邊就有了 然後取消圖例 所以2跟3 乾脆直接拿來用就好了 Ctrl C 然後Ctrl V的話 就貼到下面就可以了 就是 這兩段 基本上就是 我要修改它的標題名稱 有沒有 其實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Wiz後面的話 就是它的什麼 Chart Title 就是圖表的標題 然後呢 它的名稱 就是點Text的屬性 裡面文字是這個 字的顏色是這個 RGB 以後的話 顏色的話就是R 紅色 最大值是255 最小值是0 意思是有點像調色盤 紅色最大 然後沒有綠色 沒有藍色 那就是紅色 那封Size的話 字的大小 那Bold是出體 要不要 要的話就1 不要就0 OK 浴室好像是0 另外的話呢 把圖力給關閉的話 那就是這個 目前的這個圖 它要不要Hat Hat Legend Legend的話就是這個 圖力 False的話就是不要 或者你甚至輸入0也可以 其實0跟False 在程式裡面它都看得懂 0的話呢 其實就False OK 好 那最後的話 你把這個圖執行 看一下 所以這剛剛 所以 這個中段點 好 這邊跑完對不對 這是剛剛的樣子 那如果再把它加上 這兩段 程式的話有沒有 文字改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 加上去的話 文字改了 第二個字的顏色改 再加上字的大小改 再加上粗體 OK了 那再把圖力拿掉 圖力在哪裡呢 圖力在這裡 所以 不要 有圖力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建議 以這個樞紐圖來看 好像這樣會比較簡單 就是你只要入兩行 然後補什麼 補它的座標跟寬高 那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這個叫什麼 Sat Source Data 所謂的Sat Source Data 這個圖 你要繪製的話 你一定要給它來源 所以喔 像剛剛好像有同學 蠻多同學這樣 直接拿我程式來貼 但是因為你的工作表名稱 有沒有 我的是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名稱 但是如果你的名稱 跟我取不一樣的話 很抱歉 你這樣子執行 這一行會出錯 我示範一下 比如說像這邊好了 Delete掉 比如說我改一個名稱 這個假設改一個不一樣的 假設多一個2好了 這樣的話呢 如果我把它Run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 這個有圖 然後按執行 它會出現錯誤 這個好像蠻多同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我錯了 一看就知道錯了 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工作表名稱 跟這邊的工作表名稱 沒有Match 沒有Match當然出錯了 怎麼辦 改成一樣就好了 就這樣了 OK 試一下 請各位把上個禮拜圖的部分 再把它試試看 這樣的話其他 包含那個 直條圖 圓形圖 其實做法都一樣 試著把它做出來 最後其實今天 我們就是在補上那個 刪除圖表 那其實就OK了 試試看